这是墨西哥坎昆市区内的车站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 我现在要在这里搭乘去往切图马尔的巴士 然后会从那里经过墨西哥伯里兹的陆路边境前往伯里兹 这是坎昆这个车站内部的后车大厅 不过我要等车并不在这个后车大厅 而是在另外一边 从本期的视频开始 我总想到我在中美洲路路通关 还有当地的一些讯息 本期的内容是第一集 就是从墨西哥到伯里兹 比较到路口岸之前有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叫做切图马尔 这边的去往切图马尔的巴士呢 一个公司是叫做这个ADO 他们的车票去往切图马尔是536墨西哥比佐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玛雅布的 我买的是他们的票是370墨西哥比佐 不同点在于就是那个ADO那个是有厕所 这边是我选择的玛雅布的后车的地方 我搭这个公司 反正也没有车去切图马尔的 这是从坎昆前往切图马尔的巴士 这公司是玛雅布 大概它要开6小时的时间 明天的早上会到达那个边境那一块 然后我会再下一条 然后来重新看就是那边的情况 现在是凌晨的5点40分 刚才司机把我放在了这个加油站的对面 这其实是我跟他要求的 因为这一块是去往玛雅的那个路口 如果我去那个切图马尔的话 可能之后就还要再返回这边 然后再往那个玛雅的口岸那边去 所以我提前先在这边下车 然后等这边天稍微亮了一点之后 我再前往这个玛雅的那个口岸那边 这会儿还有点黑 我先到这个加油站这边待一会儿 现在是早上的6点40分 我在这边停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去往玛雅的这个路口了 就是我现在前往这个方向就是玛雅的那个口岸 刚看了一下是大概4公里多 4公里左右 这车会不会自己停下来呢 如果是我开车我看到了就是我这种 我可能就会停车 跟他看下他是什么情况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把他给搭上来 现在剩下3公里 现在剩下3公里 这边就是才没有走多久 非常印象深刻的件事 就这边的蚊子太多了 这边的蚊子太多了 这边的蚊子太多了 这个我就这样走着 他就能把我给盯上 然后盯在我身上 就是一动不动的 我现在走着 我手上胳膊上就有 我这个脚上可特别痒 哇 现在在这边休息一会儿 然后休息的同时 看看这个会不会有车停下来 我在这边搭个便车 来了一辆车 不知道会不会停 我是阿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 点赞或者转发 交上对他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 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 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